最近大家追《思藏浪漫》是不是都被魏哲明圈粉了呢? 魏哲明1990年出生,既有年上的成熟感,又还有点微微的少年气,正是有魅力的年龄段。 如今霸评剧的几乎都是徐凯、王鹤蒂、张灵鹤这些95后小生,90后男演员如果没有爆成流量,就很容易越来越往下泼。 魏哲明已经算是近年发展不错的男星了,和他同龄的男星有很多熄火了。 以下十位男星同龄不同命 一、成熠,成熠属于大气晚成的男星,十年的时间把配角熬成了主角。 2011年,成熠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唐公美人天下》,但直到2020年主演古装仙侠剧《琉璃》,大家才真正认识成熠。 成熠熬了十年,后续成熠也接棒任佳伦,成为经纪公司欢瑞世纪力捧的古装一哥。 成熠已流离爆火后,没有熄火,反而古装代表作不断,先有沉香如蟹罢评,去年主演的武侠剧《莲花楼豆瓣》更冲破8.5高分,奠定古装男神地位。 后续成熠也还有《英雄志》、《赴山海》等剧代播,都是很受期待的高质感剧集。 2.谭剑刺 1990年生的谭剑刺也是苦熬多年才翻红的案例,他演戏也有17年了,从《军师联盟》、《三国机密》,并编布《海棠红》到《黎歌行》,参演多部热门剧的男配角。 直到2022年才终于凭着《烈罪图鉴》被大家注意到,接着又以《长相思》向柳一脚,声势在网上一层楼。 谭剑刺在《烈罪图鉴》、《长相思》的演技都让大家惊喜,他虽然有流量演员的人气,但同时也有实力派的演技。 谭剑刺主演的角色跨度非常大,演得了精品历史剧,也演得了悬疑形真剧,他的台词基本功,演技感染力都非常强。 比起一溪走红的偶像派,像这样有颜值有实力的演员,演艺录能走得更长远。 三、魏哲明,大家知道魏哲明结过婚又离婚了吗? 魏哲明的演艺录很特别,他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,早年当过男团,但团体没红,后来就过上平凡人的生活。 魏哲明考上了公务员,负责广播电视信号传输相关的工作,还结了婚。 据传老婆是他的大学同学,网络上还流传着两人的婚纱照。 不过魏哲明没有公开承认过已婚身份,2020年魏哲明公开表示自己已单身,未遇,悟Q。 被认为是侧面承认曾经结婚的事实。 魏哲明当了三年的公务员,觉得这不是他要的,就离职决定再站娱乐圈,也与前妻离婚。 魏哲明重返娱乐圈还成功了。 他是近年很受欢迎的甜宠剧男神,主演的贺先生的《恋恋不忘》,还有最近的《私藏浪漫》都大获好评。 网友还笑说,魏哲明在人夫赛道上没有对手,他有种熟灵的魅力,但又不会过熟,很适合都会甜宠剧系录。 4.刘雨宁 刘雨宁早年是很有人气的网红歌手,自长歌行爆红后,才逐渐转型成为演员。 这几年刘雨宁资源爆棚。 先有和刘诗诗的武侠剧《一念观山》,接着《珠连玉目》,书卷一梦搭档的赵露丝和李一桐都是如今的热门小花,不少古偶剧都有刘雨宁的身影,是近年发展势头很猛的男演员。 大家知道刘雨宁也结过婚吗?狗仔爆料刘雨宁在2012年4月结婚,2013年12月离婚。 消息一出,刘雨宁火速开直播回应,我刘雨宁曾经结过婚,当然也离婚了,没有孩子。 刘雨宁表示,她没想过隐瞒,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刻意透露自己离过婚,加上也担心这会让前妻在大众面前曝光,影响对方的生活,才一直没讲。 不过这件事丝毫不影响刘雨宁的好资源和高人气,后续的带播古偶剧仍然都是强大。 五,刘学义。 许多人都替刘学义打抱不平,明明有颜值,有演技,却一直演配角,和诚意同样是欢睿旗下的演员,可是早年都一直在古装偶像剧里演男配。 像是琉璃,天机之白蛇传说,风神之天启,青云志全是男配,角色重复性高,让她一直不温不活。 但刘学义还是凭借琉璃走入观众视线。 今年刘学义在古装填宠剧花间令表现也很受好评,每个追剧的观众都忍不住感叹刘学义真的帅,而且演技也稳。 后续刘学义与唐嫣合作了仙侠剧《念无双》,又与吴锦妍合作古装复仇剧《春花燕》。 不知道《春花燕》能不能像今年的《墨宇云间》一样,也成为黑马。 6.白羽 白羽虽然人气不是顶尖的,但却是90后的男星中演技拔尖的一位。 白羽早前凭着单改剧《镇魂》顺速窜红,但她并不走流量路线,后续白羽演了不少好评证据呢。 从悬疑剧《沉默的真相》到《山海情》,《乔家的儿女》,口碑都一面倒好评。 而最近,白羽也主演职场励志剧《前途无量》,定当8月18日首播。 镇魂替白羽打开知名度后,她一直踏踏实实演戏,这次的《前途无量》也依然是全员老戏骨的组合。 像这种口碑型的演员,不管到几岁都会有戏拍,演技让人放心。 7.陆寒 陆寒凭着韩国男团EXO出道,后来回中国发展,和杨阳、李一峰、吴亦凡并称初代四大顶流。 在肖战、王一博成为新一代顶流之前,陆寒可以说是顶流中的顶流,公开恋情时还造成微博瘫痪,史上第一人。 不过这初代四大顶流,似乎只剩杨阳一个,还在巅峰。 陆寒自从公开和关晓彤的恋情之后,明显感觉她在佛系养老了。 陆寒自2020年主演《穿越火线》,在劫南逃两部剧后,就再也没有新的影视剧推出,偶尔还会出现在综艺或直播上,越来越低调了。 8.张宇健 张宇健也是起步早却红得晚,靠着几步填宠剧刷脸,后来和吴倩合作《我只喜欢你》终于走入观众视线。 因着CP效应收获大批粉丝,和吴倩还戏里爱到戏外,传绯闻却始终不承认,两人被曝隐婚蝉女,张宇健的回应也被骂不够有担当。 在隐婚消息曝光前,张宇健事业处在上升期,先前曾在采访时疑似刻意立单身人设,所以隐婚蝉女曝光后导致她观众缘直线下降,后来和吴倩的这段婚姻也很快就结束了。 这之后,张宇健主演的《法医勤明之无声》的证词《我们的当打之年》剧评都很差,她本人也没什么水花了。 9.圣依伦,圣依伦也真的是可惜,当年她凭着太子妃升职记大爆火,从人气男神到现在几乎无消无息。 太子妃升职记后虽然和迪丽热巴合作了《漂亮的李慧珍》,还有古装剧《将军在上》,可是对圣依伦的加成效果差。 之前圣依伦参加竞演综艺《我就是演员》第三季,她明明是有高知名度的代表作的演员,如今却沦落到和其他小演员同台抢戏。 圣依伦还在节目上类塑自己的窘境,当时太子妃升职记突然爆火让她猛了,突然的高关注让她失去方向,等回过神来却已经鸟兽散,落到接不到戏的困境。 10.陈学东,相对于前面几位,同样是1990年生的陈学东也显得惨淡。 其实陈学东出道起点挺高的,主演郭敬明指导的电影《小时代》被大家认识。 郭敬明的剧虽然评价一直两极,但始终都有高讨论度,从早年的小时代,到近年的云之雨,大梦归离都是。 不过陈学东脱离郭敬明的剧之后,就没有太多记忆点了,之后还一直被视为烂演技男星。 而奠定陈学东烂剧王封号的,就是和欧阳娜娜合作的爱情剧是。 尚先生 这部剧是烂剧中的极品,陈学东和欧阳娜娜因为这部剧,始终跳脱不出烂演技的形象。 这几年,陈学东也没什么新作品,今年还因为太久没有新动态,而被网友猜测是不是退圈了,不过后来陈学东否认退圈传言。